龙卷风如何形成的? 喜欢的请订阅,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知识。 龙卷风是一种高速旋转的气旋。 通常形成于风暴或雷暴发生时。 以下是龙卷风形成的主要原因。 1. 空气的不稳定性。 当大气中的空气温度不同时, 空气就会产生不稳定性。 在龙卷风形成时,暖空气和冷空气遇到时, 暖空气上升,形成空气旋转。 2. 大气中的旋转。 在风暴或雷暴发生时,风和气流开始旋转。 这些旋转气流会继续增强,最终形成龙卷风。 3. 空气的收缩。 当旋转气流进入一个较小的区域时, 空气就会被迫收缩。 这导致气流旋转速度更快,形成更强大的龙卷风。 总之,龙卷风的形成是由于大气中不稳定的气流形成了一个旋转的气旋。 随后气旋继续增强和收缩。 最终形成了高速旋转的龙卷风。 空气的温度、压力、湿度和风的速度等因素都会影响龙卷风的形成和发展。 喜欢的记得订阅。